首假帶領關心在臺大醫院 發生了移植艾滋代源者器官的這個事件之後 衛生署現在要加強把關 將會修法要求民眾以後在捐血之前 必須要先填寫表格 還要接受面談 符合資格才能夠捐血 至於先前傳出 可能會開放艾滋病人的器官移植 疾管局今天是否認有這樣的規劃 玩起袖子 大家一起來捐血 不過捐血前 護理人員除了量體溫 體重血壓等基本資料之外 還有捐血人填寫登記表並面談 如果不符合資格就不能捐血 全部都要問啦 就是這裡面的內容 什麼懷疑自己感染艾滋病 或是有沒有跟陌生人發生性行為 一夜情啊 那還有是否有多重性伴侶 有鑑於國內發生艾滋器官物質事件 為預防血液傳染艾滋 衛生署疾管局正著手修法 包括未來捐血中心或醫院 應對血液器官或細胞移植等捐贈者 進行諮詢作業 將面談制度法治化 而且還增訂接受書寫 或進行器官組織等醫治後 若發生艾滋檢驗為陽性 就要立即通報疾管局 另外為了保障受寫者權益 要是發現捐贈者不實陳述 第一次將處以衛生教育課程 要是再犯可能就要挨罰3萬到15萬元罰還 我覺得這樣比較好 不然的話像這次台南醫院這種事情 萬一發生在我身上的話 我也不知道我要怎麼辦 就算你沒有艾滋 可是你只是為了想要去幫助別人 可是被問那麼的清楚 其實會不舒服 在隱私部分我覺得是很不OK的 雖然民眾反應不一 不過機管局強調 為保障大多數人的健康 以法律規範捐血流程 還是有必要 機管局表示將儘快完成修法內容 等行政院核定後再送立法院審議 至於外傳政府計畫修法 開放艾滋器官移植給等待器官移植的病為患者 機管局也提出嚴正駁斥 表示目前並沒有這樣的規劃 記者來順序起風 台北報導